河流部落受災戶表達究竟在羅浮里找地 重建家園 距離耕地近 也不會脫離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 11號上午桃園市政府區公所跟羅浮里長 召開安置協調會議 市長鄭文散決議受災戶先有公事後 再來討論長期安置 而河流部落居民受災戶有人提出 異地重建全責權要留給居民 大部分的住戶是希望異地重建 那在做異地重建的前提之下 希望就是市政府或者是我們的區公所 可以給我們個選擇 而不是說在哪個地方就在什麼地方 鄭文散表示會以受災戶需求為原則 承諾不會離河流部落太遠 採取哈凱部落千居經驗 打造原住民族文化遠速住宅特色 把這個重建的基地找到 意願調查清楚 我們再來開個重建的會議 那我們再來徵求建築師好好設計 那這個重建要比哈凱部落那些 請原民主要協助 那建築設計要有原來的風味 河流部落已不能居住 但當地住戶提出就算異地重建家園 還是希望可以在原有的部落 種植蔬菜養雞養鴨 那時候部落復原的時候 他的地方的土地還是由我們部落族人自己去使用 這個是我們昨天開會的時候 我們族人最主要的一個意見 鄭文散表示一定會讓河流部落住戶參與整個重建過程 居公所會先進行受災戶遷居醫院調查 八月底即將開學 經過溝通協調取得同意 收災戶將送羅副國小安置到高坡國小分校 包括選擇在外租屋也有補貼方案 記者比丁烏溜 桃園復興採訪報導